3日 日本首相自由民主党总裁菅义伟宣布 不会参加这个月底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 我自身出版的预定 这种决定和决定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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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菅义伟的决定震惊日本政台 因为这个月17号 自民党本部就要开始接受 总裁选举参选登记 并在29日投开票 目前包括自民党前政务调查会长岸田文雄 前总务大臣高氏早苗 和男女共同参与担当大臣野田圣子 都已经表态参选 军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 也传出友谊参加 在这四人当中 以河野太郎互生最高 在四位友谊竹自民党总裁大位的参选人当中 河野太郎和岸田文雄都是友谈派 河野太郎曾经担任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 竟在则担任行政改革担当大臣 河野太郎在担任防卫大臣期间 曾公开批评中共恐吓台湾 也曾捍卫自民党设置导弹防御的诉求 岸田文雄与和野太郎一样 也曾担任防卫大臣以及外务大臣 3号美国彭博社刊登对岸田文雄的采访 岸田文雄表示 台湾处于美中对峙的前线 看准香港和维吾尔族的情况 我强烈感到台湾海峡将是下一个大问题 当被问到在台湾发生紧急情况 日本将如何应对时 岸田表示会依法采取行动 但也表示台湾海峡的突发事件 将对日本产生巨大影响 新唐亚太电视张麒麟综合报导 自民党の総裁席議員